国际福伦3522地区七星福伦社第五年来到华联进行议诊议检 3月12号上午是在光华国小的风雨操场 有多位台大牙医师和专业的发型设计师 在现场为光华社区民众来服务 不只光华国小的学生来参加 社区民众还有福气站的爷爷奶奶们也一起来受惠 国际福伦3522地区七星福伦社 七年前发起光华偏乡服务活动 结合起源基金会的牙医师团队和台北法郎的专业设计师 到花莲来提供一整一检服务 结合社区的资源我们共同来推动一检一整的这样的活动 当然我们配合地方的需求 我们提供很多的很多的服务 那我们也很多的厂商包括对了法郎的全部的员工 还有台大的牙医师起源基金会等等 配合地方的资源在这个地方给乡民们带来更多的医疗疾病的预防 所以台北七星福伦社应该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聚在偏远地区的花莲一直持续地做这样的工作 包括学前的教育的四次教育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我们在每学区的开学 配合学校的一些新进的学员 我们有一个正音班的一个课程 等等都是我们福伦社参与地区社区的发展 跟学前的教育很大的一个贡献 3月12号上午光华国小风雨操场上 来了许多社区民众 从国小学童到社区福气站的爷爷奶奶 都前来给牙医师检查牙齿 还有人很开心换了新发型 牙医师也提到偏乡地区的长辈 比较容易忽视牙齿保健 相对于我们啦 他们可能看诊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就是说特别是老人家 他有时候出门去看诊 他可能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痛 明明觉得自己痛 他们觉得忍过去就好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那个 怎么清洁的观念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落实 去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子 对 所以发现喊口是牙 那其实 缺牙 缺牙的很多 对 活动当天光华社区国乐团 也在现场演奏优扬的乐身 向佛人社友及牙医师 还有美法师团队们表达感谢之意 总监叶在成表示 今年是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但是七星佛人社会持续关怀花莲 下乡服务的行动不会中断 结论会竟然相报道